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这个面相 这个手相的案例啊 俗话说啊 手小抓财啊 手大抓草 手小的人呢 善于把握机会啊 应变能力非常强 而且呢 胆子也比较大 容易有大财 而手掌大的人呢 比较保守稳重啊 求稳呢 小财可求 但是大财难得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 是典型的短胖手啊 这种人呢 是典型的小手抓财的一种特点 特别是在食指下方啊 这个根部 这个区域啊 范围又广又高冷 这个财位饱满的人呢 杂门干扰又少啊 所以这个财运是非常的旺 包括小指 根部水行丘 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偏财运也是不错 小指根部不但是饱满开阔 个性乐观豁达 沟通能力强 口才不错 同时呢 我们看到有一 有一个这个 宝静恩 也就是通常是指纹出现在掌球上面 这个就更说明在偏财方面呢 表现不错 排除上手气啊 甚至有一些意外的 这个收获啊 人所谓横财不负啊 有过这种偏财的偏财 通财两讲来讲是比较大的一份财啊 如果是偏财啊 这个也是横财的一种啊 如果是我们刚才讲人无横财不负嘛 那个有一笔横财的话 那么这个能够实现跨越阶级的这种富裕啊 所以这个偏财运也是不错的 这个是典型的财运手啊 从手型来看是偏土型掌啊 那么土型掌我们都知道啊 四指严丝合缝啊 对财来讲啊 指尽不粗啊 这善于手财 那么另外看到我们这个金星球啊 也是非常的开阔饱满啊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是代表身体素质健康啊 也能够看出了一个人生命力 生命力旺盛 精力充沛 运势根基非常的不错 同时呢 我们看 如果是这个地方比较饱满开阔的人呢 人员也不错啊 为人慷慨大方啊 那么做事呢 能够知道进退 这么饱满开阔的金星球呢 如果是配合一个非常好的事业线 刚才讲的 这个事业线形成 从掌底啊 一直延伸到终止土星球啊 这么长的一条事业线的人呢 在事业方面呢 能够把握得住机会 并且呢 事业运势非常的不错 如果是配合饱满的金星球 本身属于事业心 还是比较强的人呢 如果配合一个好的身体素质 那么更是手掌啊 掌丘跟纹路得配 这是一个 再加上本身是土长人呢 所以说 也是能够凭借这种自身的努力啊 能够获得财运上的突破 这是一点啊 那么从纹路看啊 这个还是 这个脑线和生命线 初期啊 有一些锁链 和一些干扰啊 那么早年的运势 倒是一般 倒是一般 出身家庭环境 也不是很好啊 那么 从这个脑线和生命线 分离出建岛纹 也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出入社会 刚进入社会的 这个青年阶段呢 会吃一些苦头 会走一些弯路 那么 它的这个强运势 在这个地方啊 这生命线流年来看 大概是55岁左右 那这个位置呢 出现一条非常长的上升线 基本上和事业线并行 这也是代表运势的 一个高光时刻 那么前面呢 会经历一些挣扎 一些小的坎坷 但是我们注意到啊 在事业线中期呢 还是建一些啊 虽然没有折断呢 但是建明显的一个 这个转折和弯曲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中年的一道坎 容易遇到一些事业方面的 一些小的坎坷 需要多注意调整啊 调整心态 从脑线来看呢 还是不错的 心态比较稳定啊 人也很聪明 心理素质过硬 遇到一些重大的抉择的时候 也敢于下决断 从这个虎口火星球 必要饱满 并且呢 建决定线 也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啊 决断的能力非常强 能够善于把握机会啊 碰见一些好的 不错的机会啊 他绝对 不会犹豫不决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手上是这么一个特点啊 那么如果是觉得内容不错 这个欢迎点点关注啊 加这个点点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见